女生寝室第四部第二集 方圆相信万物是有灵性的 所以它始终是以一种感恩的心 去面对人生中的风风雨雨 去善待身边所有的人 所有的生命和那些看似没有生命的东西 也许正是这样 上天才会这样的眷顾的 让他在危机中屡屡化险为夷 苏雅离去后 方圆反复在思索着一件事 这块血域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让那么多人使魂牵梦营自相残杀 其实想要揭开谜底并非毫无头绪 何建辉随着血域寄来的礼品盒中 有一个薄薄的加层 里面藏有一张泛黄的牛皮纸 那是一张线条极为简单的海岛地图 上面写了三个繁体字 海神岛 现在方圆就在离海神岛最近的陆地上 前些日子他意外地接到一张邀请函 邀请了参加海神岛探险活动 据说此次探险活动名额只有七个 组织人叫做陈锋 是深圳市的富家子弟 家族生意做得很大 在港澳都有产业 自己名下也有一艘豪华游艇 请了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水手掌舵 听说这次海神岛探险活动 是他为了追求一个叫子蝶的女孩举办的 为了得到子蝶的欢心 陈锋还重金打造了一条红玉项链送给他 让方圆惊奇的是 那条红玉项链的款式 竟然和何剑辉送给他的血玉项链 一模一样 所不同的是 红玉的光泽过于明艳奔发 虽然亮丽却显得浮夸 而血玉的光泽则更加凝厚内敛 仿佛岁月悠久的老酒一样 散发着一种浓浓的春香的味道 直觉告诉方圆 这次的海神岛探险活动并不简单 也许他的命运将在这一刻被改洗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 他刚得到血玉 就会有人邀请他去海神岛探险吗 但是方圆依然是决定前往 血玉的惊魄已经溶进了他的身体 成为他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无论前方的路有多么的艰难 他都要勇敢去面对 2006年8月1日 清晨6点30分 海滩 疲惫的海鸥 蜷缩着微红的爪子划过展览的天空 天色渐亮 海浪仿佛从地平线处得到某种神秘的暗示 冲击海滩的力量和幅度也越发的汹涌起来 空气中弥漫着大海族特有的腥润 让人联想到动物尸体的腐烂 穿着白色连衣裙的方圆 站在黄色玉带般的海滩的边缘 遥望着波轨云居的大海 一动不动 雕像般助力 仿佛已经和海滩融为了一体 嗨 一张阳光帅气的脸 突然映入方圆的眼帘 你是方圆吧 真人比照片可漂亮多了 方圆依依不舍地收回眼神 仔细打量眼前这个阳光男孩 你是 曾英杰 曾国藩的曾 英雄豪杰的英 英雄豪杰的杰 曾英杰笑嘻嘻地说着 毫不客气地伸出手 哎 握下手吧 认识一下 一回声两回手 三回就是好朋友 方圆没有和曾英杰握手 反而退后一步 故意拉开和他的距离 你 就是那个跆拳道 黑带三段吗 曾英杰重重点了点头 不错 正是区区在下 方圆 像你这么漂亮的美女 肯定会被色狼盯上 还是让我来教你几招防狼术好了 说文 曾英杰还真的走上前 看样子要来真的 方圆士急步后退连连摆手 啊 多谢你的一番好意 我可不想修什么跆拳道 再说了 就算我努力学习跆拳道 也防不住像你这样的人呢 啊 防我这样的人 为什么要防我呀 哈哈哈哈 笨蛋 这都听不出来呀 方圆士指着突驴马和尚 说你 就是色狼 方圆的身后 走出一个瘦肠彪悍的年轻人 整个人像铁打的一样 古铜色的肌肤 在朝阳的映射之下 熠熠发亮 又是你 万料海 曾英杰咬牙切齿地说 我说过很多次了万料海 不要在我和女孩聊天的时候搅局 你为什么总是不听呢 万料海两手一摊 一副无辜的名 又好 真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这位美女说的色狼 就是尊敬的阁下你 如果早知道的话 你会怎么样 方圆和曾英杰是异口通声地问道 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她揍得 连她老妈都不认识她 曾英杰怒目远征 狠狠盯着万料海 脖子仗红 轻尖爆出 但是始终不敢动手 甚至没有还嘴 方圆扭头看了看曾英杰 又看了看万料海 一只手牵着曾英杰的手 一只手牵着万料海的手 将二人的手合在一起 使奄然一笑 好了都别生气了 我不过是开个玩笑 大家都是去海神岛探险 拿出一点团队精神来嘛 不要为了这些小事就大大杀杀嘛 曾英杰马上接口说 方圆 我才不会那么小度鸡肠呢 诶 那边不是秋水吗 方圆心里很清楚 曾英杰肯定和万料海 曾经有过节 而且他也不像自己吹嘘的那样能打 至少眼前的万料海就比他强 但是这种事情还是难得糊涂的好 揭穿了反而尴尬 不远的前方 娇小玲珑的秋水 正背着一个大旅行袋 气喘吁吁地赶过来 万料海冷冷瞥了一眼曾英杰 大步迎过去 二话不说 接住了秋水的旅行袋 哎呀 累死我了 为什么要约在这个地方 秋水撅着小嘴 脸蛋红彤彤的 因为我喜欢呢 秋水身后 一个戴着时尚太阳镜 身穿紫色长曲的女孩 冷冷说道 哎 紫蝶 你也来了 曾英杰笑容可惧地迎上去 想要帮紫蝶提行李 却意外地发现 紫蝶居然是两手空空 原来紫蝶的身后 还跟着一个矮胖子 肉嘟嘟地 扛着紫蝶的行李 仿佛一只偷淡的硕鼠一样 累得是满头大汗 紫蝶没有正眼瞧曾英杰 摘下太阳镜 居高临下地看着方圆 眼神里微微露出了 极许惊奇 你就是他们说的方圆 嗯 果然 很漂亮 听得出 紫蝶对方圆抱有敌 也许美女和美女之间 天生就是敌人 尽管如此 她还是坦然承认 方圆很漂亮 确实 如果说紫蝶是一朵紫玫瑰花 香气扑鼻 明艳不可芳鼓 那方圆就是一朵白莲花 清新自然 有种脱俗出尘的高雅 一小弟周光明 各位兄弟姐妹还请多多关照 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矮胖的周光明 一双眼睛在方圆和秋水的脸上 瞅来瞅去 色眯眯的 让人很不舒服 滚看 紫蝶对周光明没有好脸色 仿佛像呵斥下人一样 周光明倒是没顶嘴 好像早就已经习惯了 灰溜溜的躲到了别人身后 呀快看 船来了 秋水兴奋大叫起来 果然 在地平线上 驶来一艘白色的游艇 在碧蓝的大海中显得格外醒目 紫蝶对着方圆张了张嘴 似乎还想说什么 但是终究没有说出来 他只是冷冷横着一声 转身离去了 万辽海对方圆笑了笑 别理他 他就是这样 其实紫蝶这个人也不坏 就是脾气比较坏 哦 没什么 方圆提起了自己的旅行袋 慢慢走过去 来 我帮你点 万辽海伸出了手 方圆摇了摇头 不用 我自己能做的事 不喜欢麻烦别人 没多久 游艇靠岸了 陈锋从游艇里跑出来 直接跑到了紫蝶的面前 啊 小蝶 不好意思啊 来晚了 让你久等了 来来来 快进来 哎 你的行李呢 朱光明 快点提过来 没有 我也是刚刚来 紫蝶微微一笑 指着方圆一声 倒是那位等了很久 陈锋似乎这才看到方圆 眼神陡然间亮了许多 呦 方圆 你来了 哎 快进来 六海 秋水 冰杰 大家快进来 六人是鱼罐而入 全书 快开船吧 全书就是游艇掌舵的水手 五十多岁 皮肤有黑 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 但这时候 他正正地看着大海的尽头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陈锋有些不满 怎么了 全书 为什么不开船呢 冯绍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一定要去海参岛啊 废话 我不是早和你说了吗 我们要去海参岛上待七天 你送我们去 七天之后你再来接我们 可是 全书的话还没说完 子迪打断他 呀 陈锋 什么时候你老爸 给你安排个监护人呢 陈锋脸上有些挂不住 加重了语句 全书 如果你不想去 那你就给我下船 我自己也能开船 去海参岛 全书叹了口气没再言语 开动马达 游艇是摇摇摆摆 驶向了大海的深处 方圆没有和其他人 一起在客厅休息 而是去了驾驶舱 找全书聊天 他总觉得全书刚才的表情 怪怪的 全书 丫头啊 不去陪朋友 来这儿陪我老头子 嗯 我想问你 为什么不愿意 我们去海参岛呢 全书的眼神黯淡地下去 仿佛喃喃自语 海参岛 什么海参岛啊 分明就是恶灵岛 恶灵岛 方圆吃了一惊 你是说 那岛上 曾经发生过诡异的事吗 哼 何止是诡异 简直就是恐怖 不 是恐怖到了极点 我们海上人家 向来是不去那种地方 老一辈子的人都说 恶灵岛上居住的千年恶灵 习 欢 喝人的血 没有人血 他们就喝兽血 鸟血 鱼血 那里一向是海参 海参的进入区 生人无尽呢 炽热的阳光下 方圆竟然感到着 一丝丝的寒意 他勉强笑着笑 全叔 刚才你也说了 那只是传说吗 在民间这种传说多着呢 全叔冷冷横了一下 眼睛死死地瞪着方圆 一字一字地说 丫头 那不仅仅是传说 我爷爷亲眼看到过 他绝不会骗我的 我爷爷说 1946年的那个春天 特别的温暖 家家户户都在捷网修船 准备好好在海里捞上夜宝 说来也怪啊 小日本鬼子投降之后 这海里的鱼都比往年多了许多 连寨子里操船技术最烂的阿饼 出海居然也能满载而归了 我爷爷那时候 三十多岁 正当壮年 是全寨子里操船技术最好的鱼民 那时候他正准备去抓黄金鱼 你不知道叫黄金鱼的是什么呀 就是你们常说的黄纯鱼 那个是上等的大补品啊 听说能治百病的 尤其是那鱼漂啊 比黄金还贵 城里的富豪可以直接用条子收购 可是这黄金鱼他也不好抓 我爷爷从十多岁就开始撒网捞鱼 捞了整整二十年 也只捞到一条五六斤的小黄锤鱼 这人倒霉呀 喝凉水都能塞牙 有一天清晨 我爷爷准备出海打鱼 结果被一群变装的小鬼子们给抓住了 领头的叫做五田剑狼 会说中国话 他们硬逼着我爷爷 载着他们去海神岛 我爷爷心里直犯嘀咕 不是说小鬼子们已经投降了吗 他们不滚回日本岛 带着家伙去海神岛做什么呀 看着黑洞洞的枪口 我爷爷心里再不乐意也不敢反抗 老老实实的扬犯起航 大概过了四五个小时 一个小鬼子突然手舞足倒得大声的喊叫起来 我爷爷回头一看 也不知什么时候起呀 离传四五十米远的地方 出现好几股白色的龙卷风 遮阴壁日嗡嗡地飞过来 小鬼子们吓坏了 问我爷爷怎么办 我爷爷咧嘴一笑 叫他们别怕 那并不是龙卷风 而是海里的浮虫雨化得道 无数的海蚊子在群体交配呢 由于我爷爷的船顺风而行 他们也是顺风而来 只要我爷爷把船稍微开得快一点 他们就追不到了 听我爷爷这么一说 小鬼子们松了口气 我爷爷只顾着向前测风向 查看波浪力度 躲避各种大大小小的暗礁和漩涡 没想到后面又起了变故 原来不知从哪儿 飞来许多的红鸟 踢着海面两三米处飞行 将海蚊子形成的龙卷风 是硬生生地给结成两段 红鸟下面的海蚊子 全部成了他们的腹中餐了 小鬼子们没看过这种事 一个个唧里呱啦地议论纷纷 我爷爷虽然知道怎么回事 也懒得向他们解释 专心致志地掌舵牧船 行驶在安全路线上 哪知道其中一个小鬼子 闲得无聊 竟然拿着冲锋枪 对那群红鸟射击 还没等我爷爷的警告叫出来 牧船附近海面上 就浮起了数不清的红鸟 剑一样地对着 那冲锋枪的小鬼子射过去 也就是两三秒的功夫 那小鬼子身上红斑一片 浑身都是数不清的伤口和鲜血 发出了惨叫声 后行被千万根猎鬼缠身 凄惨无比 听得心里真发毛啊 小鬼子们哪知道 那些所谓的红鸟 其实是海里的一种怪鱼 我爷爷叫他们小飞鱼 小飞鱼胸前有四对硬骑 是异装的 加上它们尾部非常有力 能够借助水流的力量 腾空而起 在空中滑翔飞行 这种小飞鱼和我们路上的野狼很类似 群居生活 嘴尖特别的有力 而且生有尖锐的牙齿 捕食猎物非常的凶猛残暴 连海里鲨鱼都得避开它们 那小鬼子不知天高地厚 居然拿冲锋枪去扫射它 殊不知 小飞鱼们是人不犯鱼 鱼不犯人 人若犯鱼 鱼必拼死相伯 这时候数不清的小飞鱼冲过来 横冲直撞 像马黄一样的直往着肉里钻 虽然我爷爷和其他小鬼子 不是小飞鱼的主要攻击目标 可是情况也好不到哪去 每个人身上至少挂着十几条的小红鱼 疼得哇哇之叫 五天剑狼一边扑打自己身上的小红鱼 一边对我爷爷大叫 让我爷爷想办法 我爷爷说办法只有一个 就是牺牲那个惹祸的小鬼子 把它扔下海 要说那个惹祸的小鬼子也真够狠的 没等别人动手 自己就跳下海 跳之前 嘴里还激了呱啦的大叫 估计也就是天皇万岁之位 他在海里直扑他 一个劲惨叫 桃花一样的血水染红着海面 那些小飞鱼看到海里的小鬼子更加兴奋 团团团吐涌上去 不一会儿小鬼子就没声音了 五天剑狼阴着一张脸 指挥其他的小鬼子们拼命的划船 一路太平 到了黄昏时分 总算到达了小鬼子们的目的地 海神岛 有没有要吝点 两个小鬼子 小鬼子 有没有要吝点